我要唱的一个歌是 叫做《追光者》 好听 这个歌主要是唱给 那个夏天 我们一起追过光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 2007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聚到了快乐男生 那段时间是一个 很难忘的一个 三个月吧 是三个月吗 我跟老姚没那么差 我忘记了 我跟老姚就两周 两周 我发现每次我们在 声乐课和什么课的时候 他都很困 他都是那种 眼睛随时都是要闭上的那种感觉 因为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的摇滚 乐对于流行音乐是有排斥的 来来来 我们看一看他怎么排斥的 好轻松 哇 摇不摇滚 你说 摇不摇 有好多那个网友评论说 我听到这一段好像打死他 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在想 这首歌他真的会那样唱吗 结果他真的是那样唱 那个时候我还喜欢模仿 你特别会模仿 你们俩谁模仿比较 他模仿的真的多 他上一期在我旁边一直模仿张学友 张学友我是OK的 不是你们不能光想 但是要来啊 你来 来吧不是我 PK 送你离开全你之外 郭富城是不是 郭富城 郭富城 哎他会啊 看谁比较像 看谁比较像 我送你离开 阿渡阿渡 全你之外 你无事很黑 哈哈哈 哈哈 那哪样 阿渡就只能用杨坑来PK了 对对对对 对 我送你离开 一切 你 哈哈哈 真相 真相 哎 好痒 痒不痒 好痒 哈哈哈哈 啊啊 给我一杯忘情 水 我 让我一生不生悲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哇我把你两个流泪 我把你两个流泪 今天两个专水泳 今天两个流泪 我会模仿 赛鼎鼎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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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冬天冷呀 夏天雨呀 水呀 秋天远处传来 你声音暖呀 暖声呀 啊哈哈 午后那时午后面有白茫茫茫雪呀 啊 山谷里有金黄鸡子在大风里漂亮 好精彩 哎呦 好文费 精彩 他把那种要有气没有气快有气的那种感觉 这个这个 哇 太像了太像了 亮哥 来一个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进来了 我们还是要那个听听杰哥他自己的上音 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个追光者是真的 哇 原来是在聊追光者吗 聊的那么 我都已经忘记我们本来在聊什么 你那光已经去到 千里之外了 来吧 上追光 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追光对吧 都在追寻自己的那个 想要的地方 其实这个过程很重要 目的地没有那么重要 那个过程 是真的是要珍惜的 哦 棒棒棒 必须准备 我们来准备 准备 准备 来来来来 其实小杰对于我们来说 他是我们那一届的 就是他追光着 他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人 所有面临着我们未来会面到的东西 他会第一个遇到 他会第一个去 面对去承受 坐吧坐吧 你看 哈哈 走 比赛之后我自己在2009年的时候 对 自己的那个状态非常不好 有些心事 然后非常大的压力 各种的压力 过来 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好像就突然给你们打电话 大家你说 对吧一堆人就出来了 在不在北京的是吧 对对对一堆人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朋友在一起的好处就是 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的时候有朋友在陪着你一起走 对 嗯 他很细心的一个人 就是我女儿第一个送礼物的人是他 是小姐真的第一个给我送了一个钢琴 我钢琴的第一首歌是你教的你记得吗 哦 我记得那个 那天在巡演的时候 其实我看你弹钢琴我就说 哇 你小子进步不少啊 啊没有没有 就就那首歌 今天我在看你在那唱的时候 就是就是有点回到二十多年前 我听你唱歌的时候感觉 因为其实中间后来 基本上我听你唱歌都是在很大的舞台 所以我非常感谢时光音乐会 就是让我就是能够真的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看到了24年前的他 然后其实也会想到我 就是他依然有那种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还是会用他的声音来温暖我们的那种感觉